教練新聞來關注 前海集會董事長鄭文燦涉貪污罪 今天九號早上二度現身開機押停 而最後法官裁定一千兩百萬元交保 扣除原本的五百萬元保釋金 等於必須再多交七百萬元 那麼也非常快速的二十分鐘內 就籌到七百萬元現金 而檢察官當庭抗告 法庭上鄭文燦也表示被指控的匯款 是選舉要運用的資金 還強調自己記憶力很好 已經完整交代過程 再度重獲自由 前海集會董事長鄭文燦 以一千兩百萬元的金額交報 他會覺得自己是冤枉的 這回他和開庭之前一樣 收起了笑容 多了幾分嚴肅 就在大家互送下搭乘禮去 七十基押停結束後 檢察官是率先走出來 沒有回答媒體半句話 似乎從他們的臉上 就能看到一些端倪 鄭文燦還是交保了 保釋金提高到一千兩百萬 扣除掉原本的五百萬交保金 他只要再準備七百萬就可以 而這樣的結果是鄭文燦的三位律師的策略 因為檢察官想要將鄭文燦羈押 而律師則事先保當事人的自由為主 提出增加保釋金的條件 讓法官決定金額 面對最後的結果 當庭抗告 鄭文燦是貪污罪 五號清晨遭檢察官生押 但法院隔天就將人以五百萬交保 八號抗告書送到高等法院 裁定發回耕裁 如今九號第二度開羈押亭 鄭文燦這一方還是戰勝了 當初檢察官認為 有羈押必要的關鍵之一 是是否其他人還沒約談 怕有串政之餘 但桃園地院法官認為 鄭文燦卸任市長超過一年半 對於桃園市府還有沒有影響力 這點有疑慮 至於鄭文燦是否會跟秘書司機串政 但目前無法顯示這些人有涉案 另外他還坦承這些錢是選舉運用的資金 提前跟台宿集團借款 甚至還說自己記憶力很好 已經交代完整過程 法官全部才信 這下鄭文燦交保檢察官提抗告 等於又要再送抗告書到高等法院 一來一回沒有結果之前 就會像這樣無限輪迴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地 谢谢观看